100. 東方日報 金沙涉不當解固案私家調查報告官 他公開2015年7月18日 港文A26 本部綜合報導 金沙中國前行政總裁澤國城 Steven Jacobs控告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不當解固一案 近日有新進展 美國內華達州克拉克園地方法官 江江撒雷斯 週四拒絕英民間團體問責運動 英國英足N及英國聯合工會的要求 公開由私家調查員所撰寫的一份機密調查報告 問責運動爭於上月洞而 要求公開這份報告 並指報告內容或可讓外界了解 金沙集團主席艾德森有否將與海外犯罪行為有關的金錢 用作選舉捐款 艾德森民間團體可再要求公開美聯社報道 江撒雷斯 表示他有權將涉及商業敏感資料及賭業規管的資料等文件封存 故此不公開該報告 他有稱 當初將該案判給克拉克園地方法院審訊時 報告增備程上法院 但因報告不是討論食不當解固案的價值 決定將它繼續封存 金沙中國的代表律師瓊斯 也指 外界要求公開這份報告 是想扭曲真相 並作為對艾德森的政治攻擊 不過江撒雷斯 指 一旦該案開審 文擇運動等組織可再要求公開這寫文件紀錄 佩戀